众所周知,由林心如、杨锦华、谢心颖、霍建华、郭雪福等出演的华灯初上播出后好评如潮,这部剧情节设计很巧妙,杂而不乱,每个人物都很立体的,大胆启用女性视角,将悬疑气氛加强渲染,一句台词都含有不同的意思, 让人能扎摸出不少味道,也难怪会有人彻夜不眠地追,而作为主演的林心如,终于不应演少女,肯放下身段,接受自己变老,林心如本身就是有着颇深的阅历,和角色裸语农场相符,当然,林心如情绪上的转化自然又合理,那真挚的眼神微妙的变化,连台词都不用,观众就已经明白了人物的心情,不开放,林心如对这样的成绩很开心, 同时高调表白老公霍建华,前两天,大S在节目上他坦言,华灯初上四年的时间准备剧本,每一条故事线都扣得十分严谨,2.5亿资金,让这部电视剧尽可能还原剧本中的情景,接下来,大S调侃,华灯火爆后,自己是发微信约林心如霍建华出来聚会,但是被他们拒绝来,而网友也是众说纷纭, 对此,大S解释,林心如霍建华他们说,这次聚会就免了,还劝我不要以事业为重,早日脱单,当然,他们说,如果我带娃去他们家做客,聚会也可以商量一下,哈哈哈哈,这理由也是笑翻全场,虽然华灯初上级数不多,但是已经让观众期待第二季和第三季的上线了,当然,林心如是有野心的,接下来,观众们且看林心如能否达到这些期望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